翻譯 好像翻譯的 哇 美伏啊 大家都好像是 一想到美伏大家都好渴慕 那其他的版本 或者是我看英文的版本 只是說 這是一個希望看見好日子啊 就是過一個好日子啊 你想要過一個好日子嗎 講這個好日子 好像很稀鬆平常 但是我們的合本享受美伏 好像是更高層次的一個 大家想我要 我要 我渴望享受美伏 好 那 人人渴望過個好日子 人人都希望過個好日子 但是講這一句好日子 渴望好日子表示呢 日子不怎麼好過 所以要渴望過好日子 好 雖然啦 你看 這個 社 市面上出版了很多書 就是 日子難過更要好好的過 表示日子不是很好過 大家很需要在這個 不好日子不好過的當下 需要 來鼓勵鼓勵 所以坊間 我們市面上寫了很多書 日子難過更要好好的過 怎麼樣的過呢 你看又有一本書要出來了 日子難過也要笑著過 日子不怎麼樣 但是這個以前我從台中 我們在台中鄉下的話就覺得說 日子都很樸實 樸實 你知道嗎 有什麼就是什麼的 可是到台北來的時候 我伯伯告訴我 沒關係 飯沒吃 這個衣著什麼的還要是裝得很體面 所以雖然餓著肚子 但是體面上面衣著上面也要撐著 所以也要笑著過 日子難過也要笑著過 你看馬上有這一本書出來了 這一本書還是不夠的 還有一本什麼 日子難過就要想辦法過 這些書都已經十幾年了 表示說我們十多年來 其實不只是多年來 真早先來的話 我們經歷的在二、三十年前是什麼 台灣籍油卡吧 台灣錢淹到腳目了 日子好好過 那突然間 哇 這個好像一直往下滑 經濟往下滑 尤其這十多年來的話 薪水說實在是 跟不上物價的一個上漲 跟不上你知道嗎 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不好過了 所以寫這些書的話 有一點過時了 馬上又有一本書出來了 日子難過就要想辦法過 怎麼想啊 要想要想要想 躺平比較有時間來想 沒躺平來想 我實在看到這一本說 我好羨慕 可以躺平來想 牧師要躺平 只是說實在 沒有很多時間可以躺平 再來的話 身體也不能讓你躺平太久 只有年輕人可以躺平 看到躺平幾天都可以的 有了年紀的人 躺了四五個小時之後 已經腰痠背痛了 哈哈哈哈 這還是起來動一動的 所以呢 怎麼想辦法呢 都要好好的想 但是說實在 行動也很重要 不是在那邊躺著想而已 邊做邊想 邊做邊學習的啦 這個是聖靈教會引導我們 所以不用擔心 聖靈人物裡面也有 因為他的日子也不是很好過 剛剛我們所讀的那個 彼得前書三章 這個經文裡面 我特別用紅字給它標出來 大家還記得那個 那個紅字的部分 寫了幾個字嗎 因為經上記著說 這個是 剛讀的是彼得前書 彼得前書裡面的作者是誰呢 彼得 彼得是耶穌的大徒弟 彼得說了這一句話 但是他說的這句話 不是憑空想像說的 他說 金上記的說 嘿 是他的老祖宗寫的一段話 而這一段話就是大衛 所寫的一段話 我們再來給他讀 稍稍有一點點出入 大致上是相同的 在這個是四篇 第34篇裡面 我們一起來讀 來十二節 有何人喜好從活 愛慕長壽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 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要離惡行善 尋求和睦 一心追趕 好這是大會所寫的 在詩篇三十四篇裡面 那我們要看一下他的背景是什麼 為什麼會寫出這一首詩來呢 原來這個是大衛逃到加特 在亞吉王前裝風賣殺 在那邊裝風的時候實在是 沒有面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大衛呢 因為大衛呢 被沙姆阿恩高 作為以色列的王 去任去接續 扫羅王做第二任的國王的時候 那個是恩高而已 抹油在他頭上而已 還沒有正式成為國王 因為當下扫羅是正在做國王的 因為他殺死了一個加特人 加特人的巨人 哥利亞 殺死了之後呢 戰勝了回國的時候呢 父女在唱 大衛殺萬萬 扫羅殺千千 扫羅就生氣的就嫉妒了 所以開始大衛過一個逃亡的生 逃亡的生癌 逃命去的 甚至還要依靠他的妻子迷甲 為了逃命還不敢從大門出來 從窗子窗戶 吊繩子吊到外面去趕快逃 吊出來往城外逃命去 所以他想 大衛想到處被扫羅追殺 他想說我在這個以色列的境內 在扫羅所管制的國內裡面實在是很不安全 唯有逃離扫羅的勢力範圍呢 也許可以安穩一些 所以他就跑到加特 是菲利斯帝 當時是一個亞籍王面前 想要來投靠亞籍王 哪知道了國內馬上被認出來 這個人不是以色列的國王嗎 當時就是那一首歌 扫羅殺千千大衛殺萬萬的那一個嗎 馬上被認出來 大衛嚇死人了 而且你看看 以這個外邦人 菲利斯人他們的仇敵 還說大衛是以色列的國王 可是在以色列帝 他又被當下的國王給追殺 他真的是里外不適人 逃到菲利斯人太危險了 因為他殺了加特人他們的大英雄 菲利亞 哇 安全嗎 他當下嚇死了 為了逃命裝風 胡言亂語的 然後你看 那個聖經紀錄什麼 海口水什麼的 胡鬚什麼 哇裝得還很像的 所以被趕出去了 所以趕出去之後 命保住了 所以寫了這一首詩歌 寫了這一首詩歌 耶和華的眼目 他在弱難的時候 他在艱難在危險的時候 耶和華的眼目 看顧藝人 藝人就是信靠神的人 救他們脫離一切的患難 哇這是大衛的詩歌 所以想到大衛想要求一個安穩 他要安穩就走捷徑了 想說我到這一邊去比較安穩 哪知遇到更大的危險 所以有時候 我們想過安穩的日子的時候 想過一個美福 享受美福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一般社會上 在還沒有信耶穌之前 甚至說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也是很積極移營的 想說我擁有更多的錢 我日子就好過一點 我不用仇吃穿 我日子就會好過一點 就不知不覺陷入的那個 金錢的陷窩裡面 貪財不知足不感恩的陷窩裡面 看看現在多麼很多人 渴望極速要享美福 想要極速來發財 想說有發財 我想要享福的話 我到處要用錢 我要開名車 我要住豪宅 我要出入什麼的 都非常方便 要什麼 要有錢 就渴望想要極速發財 那實在是經濟不怎麼樣 或是我自己的財幹 也不怎麼樣的時候 怎麼樣 然後運氣也不是很好 買樂透也不一定會中 投資股票呢 也很難講 搞不好血本無歸的都有 最後呢 挺而總顯的也有 哇暴利 什麼暴利 甚至不用很多本錢的暴利 什麼暴利 暴利呢 詐騙集團 最近的事情 最近的 還有這個禮拜的事情 破壞了一件案子 是什麼 詐騙集團 竟然勾結銀行主管 銀行耶 在銀行上班 又是銀行的主管 是什麼 什麼金萬丸鐵萬丸 這麼好的工作 竟然 他大概也是覺得說 他的收入好像是 還是不夠的樣子 還要更多 跟詐騙集團 不知道怎麼樣勾結上的 或者是大家如果 有獲利的時候 分紅吧 分紅還是抽成的 這條賺錢更容易的 所以想都沒有想到 怎麼有這種事情 真的有這種事情 所以銀行主管 提供他的客戶點名 他都知道 資料都知道 哪幾個客戶裡面有錢 怎麼樣給他放鬆 你看看現在領個幾萬 五萬塊還是幾萬塊 就問你 銀行這櫃台就問你 你這個錢要做什麼 問得好清楚喔 事實上去領錢 問得好清楚 你要做什麼 但是銀行主管 哎呀五十萬給他過 不用問了給他過 你看就是這個樣子 馬上一個客戶 銀行的客戶 馬上四千九百萬飛了 但是 神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要說大家都不知 都知道 被查破出來的 這個極速 想要極速發財的 或是貪錢的 哎呀不免受罰 你看最近社會上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個更是 律師 律師法官 竟然做詐騙集團的軍事 怎麼樣去閃避 萬一被抓到的時候 就不用判刑 判刑判輕一點 然後又走什麼入境 就比較不會被抓到 最後連警察也一起包庇 一起一起 一起什麼 一起加入行列的 還可以傳授話術 怎麼樣講才會騙更多錢 所以就是兩極化 前幾天社區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環區的社警員 也來跟我們講 怎麼樣防詐騙 要小心 要小心 那一部分的警察 也去 警察或者是律師 或是法官 也是跟詐騙集團的訓練 那是訓練師 怎麼樣騙怎麼樣騙 怎麼樣騙 最容易上手的 通通這些 做這些事情 神的眼目都在查看 上帝的耳朵也在聽 剛剛我們讀的經文裡面 上帝的眼目都在查看 在看 看好人也看壞人 就是這個聖經裡面寫的 日頭照好人也照壞人 照歹人 一樣的 神都在看 神的眼目無所不知的 所在看 沒多久 沒多久 都是查出來的 包括現在你看看 我們的前市長 什麼弊端 什麼賄賂 什麼都有的 就像經文所寫的 早早這個經文 早早寫在聖經裡面 已經寫著千年了 但是呢 知道嗎 一定是知道的 但是呢 為什麼還會知法犯法呢 因為受不了這個誘惑 或者受不了這個試探 所以 還是知法犯法 挺而走險 為什麼 僥倖的心裡 不會那麼倒霉被抓到的 大家都一樣 你看我們同事都一樣 大家一起同流合汙 哪知道會出事情 別人為什麼不抓 別人為什麼抓我 一定有人這麼說的 真的是有人這麼說的 他也是這麼做的啊 他為什麼還在問 他為什麼沒有被抓 為什麼不去審訊他 為什麼審訊我 這個被抓到的時候這麼說的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節 這個經文裡面 我有用一些的 不同的版本 和合本 當代藝本 或者是中藝本的時候 比他講得更口語化 我們一起來讀 貪婪 困懷就來了 貪婪 為什麼貪婪 你貪的話 哪知道這個銀行主管 已經在監牢裡面 他享用不到了 還有誰呢 這些被抓到的 還有其實呢 車手去領錢的這些 只是抽成抽個一千兩千而已 但是呢 都犯法了 只一點點小力犯法 為什麼 上帝求神憐憫 求神憐憫 所以呢 千萬不要這個 想要極速的發財 想要極速的發財 不免受法的 所以 要做一個忠心的 這個銀行主管不忠心 我們的政府官員不忠心 還有呢 更有時候就要吃裡爬外的 所以呢 忠心誠實的 必享大福 但是貪婪的 收費弱的 必然會受法 一定東窗世話 會讓人家發現出來的 所以經文也寫的 唯有上帝所示的福 死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 這個要記得 上帝說示的福 耶和華說示的福 死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 上帝示福給我們 他必然眷顧保護 不用擔憂錢太多 有壞人會跟隨 或是上帝示福往對的時候 哪一天上帝會收走嗎 感謝主 收取 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上帝必有所其他的預備 所以要獻上感恩 然後 敬畏耶和華 心存謙卑的 要敬畏的心 我們有敬畏耶和華的心 謙卑的心 就得享富有 尊榮生命為賞賜 我們敬畏神的話 就按照神的話語 上帝的真理去行過每一天 按照上帝的話語 按照神的話語來過每一天 每一天必然都是好日子 上帝負責任 我們信套他 他就必然為我們負責任 按部就班安穩的每一天 不用提心吊彈的 相信這些詐騙集團 跟詐騙集團勾結的政府官員 或是銀行的這些行員或主管的 雖然急速的拿到一間錢的時候 每一天提心吊彈的 錢拿到了也許放到口袋裡面 或是放到保險箱裡面 有沒有用到還沒有用到 還沒有降福先到腦裡面去休息 去反省去的 所以要真的是要警醒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裡面 總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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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彼得前書三章裡面 第八的開始 總而言之 表示前面在講什麼 前面在講的是家庭 就是夫妻的關係 夫妻 做帳戶的要怎麼樣 做妻子的要怎麼樣 最後對眾人 對家人或眾人 對兒女都有交打 總而言之 你們要同心 要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 存憐憫 慈憐謙卑的心 這些社會的規範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 為什麼這麼亂操操 大家這個道德品格各方面都一直淪落 為什麼 家庭的結構損壞了 家也不像家 夫妻 你看看夫妻離婚率也蠻高的 家不像家 然後呢 父母也沒有做個好榜樣 草草落落的 沒有做好榜樣 整個家庭結構瓦解了 根基不穩了 社會的結構也是全部向前看 一些人意道德都沒有了 那國家會富強嗎 沒有了 台灣看起來 有些官員想說 台灣很好啊 台灣的水平像德國一樣的好 覺得如何 有 台灣的生活水平像德國一樣好 是嗎 有 有 高級主管的 他們的生活 有 可是呢 百分之我想說 大部分的都在低水平 我跟你講 怎麼薪水都五六萬以上的 沒 看著牧師看到的薪水都是兩萬多塊錢的 包括照護員 一天兩三千多塊而已 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做的 你看看這麼辛苦的 薪水甚至呢 剛剛好夠用而已 說台灣物價很低 為什麼 因為薪水普遍的基層人員薪水蠻低的 所以呢 總而言之 最總而言之 家庭的一個和睦關係要保持好 就是跟我們敬畏神按神的話語 按神的真理來活出來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彼此體恤 彼此體恤 最重要是謙卑 柔和 彼此的體貼 家庭才能 家庭才能夠和樂 家庭和樂 社會結構也安定安穩 那國家一定會富強的 那甚至我們社會講的 不以惡報惡 不以惡報惡 以辱罵還辱罵 這一句話 最明顯的社會上有沒有 有啊 最近好像是 澳屏東的黑道 那個 昨天市場開個電視新聞報導的時候 哇 這麼黑道的這個 叫什麼 信誠的黑道 這個排場啊 告別式的那個排場啊 好幾百公尺是嗎 公里還是公尺 哇好長 然後呢 什麼名車啊 至少要什麼 五十多台名車 一台名車都是上億的是嗎 哇 都有 不是特斯比斯特拉賓利的 還是什麼的 哇 更高檔的 那些 每一台都是超跑車的 那個 那個電視的螢幕上 是在屏東 什麼黑道的 這個屏東啊 是做什麼的 這個黑道的才37歲就 蹦蹦 就被人家 就是報復嘛 黑道報復的就 就馬上 37歲 前兩年他爸爸 他爸爸是做廟 開廟峰的 前兩年才過世而已 也是排場好大 那兩年之後他兒子才37歲 去電玩的時候 也是被槍殺 為什麼 就是以惡報惡 以路罵還路罵 以牙還牙 你給我打幾槍 這個樣子 這個人啊 他也是以患毒 哇 在黑道上 哇 甚至 很出名的 在當下 聽說 他也是在當地的居民 為什麼排場那麼大 幾萬的 不是幾萬 我不知道幾個 那個排場很大 還出動了一千多個警察 來維護治安 怕說還有 還會有槍擊事件出來 還怕說來鬧場的什麼的 這 這個鄉民還很擁戴他 聽說 因為呢 他雖然做這些 兼犯科 犯法的事情 可是對鄉民很好 有求 我不曉得有求 不是有求 反正 你有什麼問題 來找他就沒 就有辦法解決了 所以呢 鄉民很喜歡他 聽說他的老婆 也當了民意代表了 原來 這個是 到底是 到底是 這個人是 按照社會的標準 道德講 很棒 還是怎麼樣 但是呢 但是呢 終歸 三十幾歲 結束他的生命 回去 回去哪裡 回到他 靈魂出的所在地 他從哪裡來 回到哪裡 回去要交葬的 不知道怎麼交葬 求神憐憫 我們只能夠求神憐憫 這裡講說 不要咒主 不要以惡報惡 不要以怒罵怒罵 要祝福 就是不要去咒主 要祝福 不要去論斷 當然我們講到說 這個人你看 剛剛講的兩面 這個黑道的 三十七歲的 在一般的話 也許我們不認識他 一看西文堡的 哎呀 患毒又殺人又什麼的 壞人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的 可是呢 他的當地的鄉民 哇 真是 說他是很好的人 你看 到底是好還是壞 上帝來評論 上帝 所以 歐阿免就講 祝福他 但是呢 現在已經 祝福他的 還在世上的人 盼望他 能夠認識耶穌 能夠活 能夠按真理來活 每一天的日子裡面 能夠每一天來活出 他的美好出來 活出 所以 這裡講 這個 要知道 美福的源頭 我們都想要得福氣 得福分 享受美 美好的福分 是什麼 要知道 美好的福分不是金錢而已 不是看得見的 不是只有看得見的 哇 我物產豐盛 哇 好像那個無資的財主 對不對 哇 物產豐盛 多到 還要再蓋新的倉庫來中下 還是呢 目前多到 我要去好幾家銀行開設 又怕人家知道 所以我又 訂了保險箱 鎖在保險箱裡面 或是我要買的 哇 聽說 聽說 被我們的這個阿伯被查出來說 哇 保險箱裡面 有好幾張不明的有價證券 一張 一百萬美金 好幾張 怎麼算 我都等一下 好像 數字那麼龐大 算不清楚的 美福不是要知道美福的源頭 不是看得見的金錢看得見的 美福是在我們的心裡 得享的平安喜樂健康 讓我們每一天 美福就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 每一天的生活裡 就好像 就好像 上帝把每一樣 各樣美善的恩赐 上帝要示恩惠給我們 各樣全輩的賞賜 就是我們人生所必須的 神都要示給我們 是從上面來 是從上帝 從天父爸爸降下來 給每一位的 這裡呢 新聞講到時候 日頭 他試下 上帝試下的日頭 照好人也照歹人 給每一個人 但是呢 我們 依著聖靈來行事 按著真理來活出每一天 我們就是承受福分了 但是呢 還是走歪路的人呢 就像這個圖案一樣 心靈都枯竭枯乾了 沒有生命 有美福卻沒有生命可以享受 有用嗎 有用嗎 所以呢 我把這些經文 把它總結出來說 我們有神 從神來的生命 這個生命是 我們所想的美福 一個每一個日子 是世上有一個日子裡面 其實我們的日子 在數天的天國裡面的日子 是永永遠遠的 不是在這個世上的話 過一天 少一天的 不知道還剩下幾天可以活 過一天 事實上說 七十歲到的時候 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天 明天還是屬於我的嗎 所以有很多的計畫 不太敢做太多的計畫 因為生命不在我們的手上 明天還有沒有 只有上帝怜悯 所以呢 但是呢 我們在世上是有時間的 但是呢 我們在永恆的國度裡面 生命是源源不息的 所以我們 美福是從神來的 神定要是個美福 但是呢 我們要有這個生命 真知道美福是什麼 永遠的生命 保羅 講的保羅 他要得獎賞 最好的獎賞 就是天上的 有公義的冠冕 要等著他 所以 不是隨隨便便過一天 躺平過日子 或者什麼 庸庸碌碌碌過一次 不是的 保羅說什麼 他竭力的追求 追求和睦 跟眾人和睦 跟眾人有和好的關係 還要引導人 來 跟神恢復很好的關係 因為上帝召我們來 上帝召我們來 是什麼 要去分享 從神來的美福 上帝召我們來 我們門召 就是要我們承受這個福氣 門召承受福氣 就像亞伯拉罕 上帝要四福給亞伯拉 就以色列的祖先亞伯拉罕 上帝要四大福給他 好叫他也可以去四福更多的人 我就誠心想到 在 我還是 還沒有當 還沒有當牧者 還沒有進神學院之前 就是 在一般公司 就是跟市長一起在創業上班的時候 就有辦特會什麼 我去參加 台南牧師 從菲律賓來的牧師 會後之後 為一一祝福祷告的時候 那個牧師就告訴我說 上帝要祝福你 要給你很多的恩惠 上帝要四大福給你 上帝要四福給你很多 好叫你可以給人更多 阿美 我領受了 我就領受了 我領受了 我也記住了 我也照做了 感謝主 一路上就是這麼的豐盛 一路上就是這麼的豐盛 我回想我過往 一樣的看似好像很缺乏 看似有缺乏 就是每天都是過得很富足 看似缺乏卻是過得很富足 我記得小時候 我跟妳講小時候大家都很窮 腸餓的肚子 飯根本就不夠吃的 我就看到我阿姨 三合院他們家 男生煮了一大鍋 一大鍋的米煮下去的時候 男生先撈下來乾飯 女生稀哩花花的米湯水 所以我說 當下我其實也是喜歡吃稀飯的人 我也可以煮 但是我端一碗飯 就跟他說 我跟你換稀飯 一碗飯飯 換回一碗稀飯 那當下旁邊的人 三合院大家走林右手都看得很清楚 傻瓜 哈哈哈哈 傻瓜 但是我也很高興 因為我也不用動手了 那個是我表妹表姐表姐弟的 他們喜歡吃乾飯就給他們吃 我希望現成的我高興 我們家乾飯還很多 對不對 高興可以給 當下 這個就是享受好日子 當下享受好日子 還有到台北來了 到台北的生活更不一樣 借錢 借錢 有借有還 你知道嗎 有借有還嗎 對不對 借三萬還兩萬的 啊 旁邊的傻瓜 甚至還有些人去找我同事 這個淑貞 他靠無分地 後來我同事告訴我 你的某某人來找我 問你的狀況如何 他靠無分地 頭腦有沒有問題 感謝主 我可以承擔的 我可以承擔的 你要這麼來玩玩 但是呢 我看起來我是損失 我是虧損的 我是損失的對不對 沒有 他損失更大 他一路上來 每次都在缺錢的人 我啦 雖然不是很富足 但是呢 我好像都有 我可以給 感謝神你看 所以上帝上 門找我們 就是要去分享你 但是呢 但是你要給的是 上帝給你的 不是說我去借錢來給你 當然那個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們做生意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膽子還蠻壯的 很膽大 趕 為什麼趕 支票開支票的 像會牧師說 他缺什麼缺什麼缺什麼 跟師匠講 甚至有時候都沒有跟師匠說的 因為全部的財物都是在我手上在辦 馬上多少 支票開出去 其實銀行也欠了好幾百萬的 但是呢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膽量 那同時也是有聖靈的感動 才可以出去 你知道嗎 但一路上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美福的日子裡面 想想過去都是 哎呀 蠻甜美的 從過去 從年輕 從小時候開始 一路上的 就是這麼的 在分享當中 就想到這個日子真的是美好 美好的日子 每一天 每一天的日子裡面 就是這樣子 我可以給出去 上個禮拜所講的保羅講 要知道 施比授更為有福 不是保羅說的 要知道 主說 主耶穌說 保羅還把主耶穌給請出來 要知道主耶穌說 你們要知道 他對哥林多教會的人講說 施比授更為有福 牧師的純想的見證裡面 是不是施比授更為有福 那麼一直不夠的缺的缺的 這句話 他掛在嘴上一直說 我都不夠 要去借借借借借 你要給我給我給我 壞的能力 壞的能力 一直落在他的生命裡面 你們就要給我 我不足我不夠 壞的能力 那牧師從小呢 感謝神的 很認真是我們家都賣水果了 常常水果很多啦 我要趕快整理整理的話 因為水果是即時的 你不送出去的會壞掉的 所以我更辛苦 現在是有物資的話 打個電話你來拿什麼的 過去沒有 沒有電話 沒有什麼交通也不方便 我要走很遠的 背了很重的東西 這一家送的 這一家送的 所以感謝神 就是那樣子 所以身體會好一點 走路走的蠻多的 身體健壯一點 所以感謝神 所以門招就是要分享美福 要去分享上帝的福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生命 美好的生命才能夠享受美福 這個開始的 剛剛講的是話語 其實那個話出來的話 是從心出來的 你心裡有什麼話語就出來 你的話語講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你的內心的狀況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過去 一直講出來的話語就是 有毒氣的 講出來話講出來 就是好像放毒一樣的 讓人聽得很難過的說 會聯想到他過去是受了多麼大的委屈 多麼大的委屈 多麼大的苦毒 所以以至於他的話語裡面 就是那麼的苦毒 有沒有感受得到 所以一個好的心態 好的心態 有一個好的生命 就一個好的心態 就是純的恩質憐憫體系 謙卑的溫柔的心 感恩的心 還沒有寫 自己還可以想 牧師所寫出來的 令不是只是代表了幾句話 大家回去還可以再想想 這個生命的態度裡面 有什麼呢 好的心態 恩質憐憫體系 體系謙卑的心 這個可以大家想 等下中午過後 我們小組之後 靈裡飽足的時候 我們肉體也可以得飽足 為什麼牧師還要這麼辛苦主呢 因為體系的心 大家都從遠地方來的 這個不是從現在就開始 從過去就開始了 什麼過去很久很多年以前的話 我也是體貼說 大家年輕的時候 下班來參加小組的時候 餓著肚子 然後又有小孩 乾脆一個人辛苦 大家都可以得得飽足 參加小組的時候才有體力 一個好的心態的時候 當然心裡面所想的話語就出來 有一個好話語 不出惡言 不出詭詐的話 這個好的心態 當然還有正面一點 積極鼓勵造就感恩的話語 這個很需要 我們需要每一天 這個話語從哪裡來? 積極造就讚美人的話 從哪邊來? 聖記裡面好多句的 你可以去看 上帝的話語就是好的話語 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引導我們走向一個正確的道路上面的 既然好的心態好的壞 當然有一個好的行為出來 上個禮拜我們講到一個榜樣 不要一直光光在那邊教導 言教也要有神教 所以做父母的人 你要看到 有時候想到 你怎麼會這樣子 有時候看到 我的女兒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心裡很糾結 你知道嗎? 翻版 父母的翻版 或是家人的一個板子 印到他的生命裡面 怎麼會這個樣子 糾結在心裡 但是不辭 祷告 神有辦法 所以一個行為 生教的話 當然我們屬神的人 離惡行善 離開罪惡 主導文裡面 不要陷入那個試探裡面 不要陷入試探 也不要去故意的試探 當然有時候我們人 就是很暖落 包括牧師也是自己 常常陷入試探裡面 但是呢 掉下去的時候 感謝神 我們還有回頭路 祷告求神 色美 重新再開始 好的行為 也是一個和睦 和睦相愛的 從家裡開始 從我們這樣和睦睦的 說實在 和睦很難 相愛容易相處不容易 相愛容易相處很難 這個講到和睦不是跟外面的人和睦 外面的人都是客客氣氣的 很和睦的啦 自家人 自家人還有劫沒有過去的 不要說你們 我們這一家人也是有過劫的 所以這個和睦很難 求神 如果有好心態 好話語 好行為 按照神的來教導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更加的美好 每一天都是有好日子 就是自然而然的享受在神裡面的一個美福 祝在我們當中 我們請來獻上 我們感恩 天吾我們感謝讚美你 謝謝主 透過這一段話語 透過保羅的話語 透過這個必得的話語 勸勉我們 勸勉我們 噢主啊 要享美福 要得生命 主啊 就要 口要有節制 要謹言勝於的 噢主啊 也要有一個好的一個榜樣 噢主啊 更多的就是我們自身來和睦 噢主啊 祢就是和睦 祢就是和平和睦的主 噢主啊 在當中 我們的心向主敞開 我們的心與主連結在一起 有神的樣式 噢主啊 我們也要隨時要更新 噢慢慢的活出 噢我們越來越像主一樣的 主啊 讓我們每一天 有一個聖節的一個心思意念 噢也要有一個聖節的行為 保守我們每一天 都有主的同在 主的同行 主也與我們同工 活出每一天都是神的美好 噢主啊能夠榮耀你的名 我們將感恩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